第四季即將來臨 而環球股市第三季 在中美貿易戰火之下黯然落幕 形成美股獨強而新興市場潮墜 預期美國11月的國會中期選舉之前 中美重啟貿易談判的機會都不高 股市難免給予新興市場潮墜 預期美國11月的國會中期選舉之前 中美重啟貿易談判的機會都不高 股市難免給予新興市場潮墜 但即使特朗普發動一波又一波的關稅 壞消息看上去好像一浪接一浪 但這些巨浪就好像有減退的跡象 首先多國民調顯示 特朗普的民望由7月近50%的高位 迅速回落到最近40%以下 其中CNN的民調顯示 特朗普的最新支持率是降到36% 而坤尼皮亞克大學的調查顯示 總統的支持率是跌到38% 反對率是54% 此外美國商界也開始群起反對關稅 超過80個橫跨零售業、製造業、科技業、服務業的主要商會 正式加入自由貿易美國人組織 將投入數以百萬計美元 大力反對特朗普的關稅政策 而事實上消費支出貢獻了美國國內生產總值三分之二以上 美國消費者一直享受著環球自由貿易的好處 新一輪的關稅是有可能對美國整體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 相信美國國內反關稅的聲勢會逐漸擴大 再看看美元 美匯指數在聯儲的加息、稅改、貿易戰一片利好消息之下 亦都遠無法重返2016年和2017年過百的高位 上月升到97之後就無以為計 並反覆回落 形成了頭肩頂的走勢 我們儘管觀望一下美匯指數在第四季會不會反覆回落 如果貿易戰淡化美元回落 就會有利新興市場第四季回升 投資者可以留意鄧普頓新興市場基金 基金投資在環球的新興市場 有助分散單一市場或者單一股票的風險 基金年初至今下跌大概是10%左右 在新興市場這一季危機處處的環境之下 相對就表現出一定的抗跌力 可以考慮作為港股意外的另一個投資選項 以上純屬個人意見 不構成任何買賣邀請 本人孫慶輝為證監會持牌人 截至本評論發表日子 本人及有聯繫者 並沒有持有全部提及的證券 的相關財務權益